B-21作為新一代轟炸機 在氣動外形上卻沒有出現顛覆性的變化 反而與30多年前問世的B-2有些相似 張老師對此您有何解讀 首先對於亞生素野針出防的設計來看 飛翼確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 很多對地打擊的平臺都採用 俄羅斯在延的新一代的遠程戰略轟炸機 包括中國的空機11無人機 俄羅斯的S70無人機等等 都使用的是飛翼手機方案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飛翼雖然好 但畢竟它不可能永遠是最好的方案 因為科技在進步 沿用幾十年前的方案從某種程度上說 俄羅斯洛普和羅曼公司相對比較保守 缺乏這種進一步的創新 一個公司往往會在自己熟悉的技術領域深耕 比如說法國打索公司 它比較喜歡三角翼 它的很多戰鬥機都採用的是三角翼 俄羅斯洛普公司和深耕飛翼布局 幾十年用飛翼布局也很順手 但是並不意味著 亞生素高隱身的布局就沒有別的選擇了 我們注意到 近些年來 美國的隱身加油機等大型平台的概念設計上 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布局創新 和傳統的純飛翼布局有些不同 所以俄羅斯洛普它使用這個飛翼布局 應該說是一個比較保守比較保險的方案 以便盡快裝備形成戰鬥力 發展現了 我們來聽到 我們已經到達了